诸位知识 诸位居士 关心一只乡 今日分享 灵济宗公案 灵济宗由灵济益玄禅师开创 灵济禅师是季风 棒鹤 非常鹤鹤有名的禅师 灵济儿孙满天下 现在的修行人乃至于道场 清一色都是灵济宗正传 那为什么他的教学 或者是他的风格会如此的犀利呢 主要还是灵济禅师 他在学法的过程中 得到了黄薄禅师的老婆心妾室的教导 黄薄禅师他每问 这个义学呢 每问佛法大义 每度被打 就是三问三被打 后来他到慕舟 这个慕舟和尚这里参学 慕舟和尚就说黄薄是老婆心妾 那回来 黄薄禅师这里呢 就安住下来 这一学呢 他真正的生活才开始 开悟之后啊 他的每一个瞬间 都是依着当下 他的领悟来做应对 进退 我们大部分的人 就以为啊 这个学学 这个禅语啊 或者是学学傍赫 就可以叫做开悟 事实上呢 为什么要伴赫呢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要了解 除了了解之外呢 形式是随不同的时节因缘 会有变化 也是因人而异 但是精神和主旨 是没变的 所以虽然我们听到了灵济宗 草动宗 很多不同的宗 那风格各有不同 家风 街不同 那有的人就说 就像现在有很多道场 有佛光山 有中台山 有慈祭 有法谷山 有这些等等 那这个差别是什么 没有差别 佛法是没有差别 但是 人缘不同 做的方向 特色 都不尽相同 所以就产生了 各种千知万态 那虽然 是千知万态 但是呢 也都是因为不同的接引方便 所以彼此之间呢 要能够你知 我知 那今天呢 这个灵济禅师啊 他就去普寝 普寝是什么意思 这普寝就是出坡的意思 那过去的丛林道场 在山里 每天呢 就要自己去种田 种菜 开荒 整理这个山里的这些农地 那我们现在也有 也有很多的这个山林 有的人就觉得 哇 这个每天啊 要做这些出坡 是很浪费时间 可是事实上呢 我们要出坡 出坡是为了要打扫而已吗 为了要除草 为了要种田吗 并不是 是借这个出坡 这件事情 来锻炼自己的心性 修福报 结十方圆 所以今天呢 灵济禅师啊 他就去 接受朴寝 大家都要去 每个人都要去 然后呢 他就在那边 钻地 在墾地 就捡到黄渤来了 黄渤禅师走过来 灵济就把 绝头 就是绝地的这个锄头啊 就锄起来 站在那个地方 就看到黄渤来啊 那就停止他的动作 就站在那个地方 红渤说 这汉困难 就是这个人啊 这汉 其实这个汉这个字 有一点是在贬低 贬低 灵济 然后说 这个小子 这个意思 这老头 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人 这是有困难 或者是卡住了 卡住 或者是他在那个地方 有困扰 有困难 或者是困顿 意思就是啊 你这个人啊 就卡在那里 是一个呆头儿 卡在那里干什么 就站在那里 不做事 不继续做事 就是那边 主绝而立 发呆 那黄渤就这样子来考他 好 明记说 绝也未举 困个什么 我锄头都没举起来 我绝地的工具 我都没举起来 困个什么 就给他回嘴 那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绝啊 就是代表什么 就是我们的心 你要看得懂 这个禅宗公案 没件事情 这一有所指 知什么 其实都在直指人心 所以他在讲 你现在在出坡 你停下来 表示你有困难哦 是不是 你没办法继续做下去 那你有困难 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逸玄就说 我都还没有举起这个绝 怎么有困呢 意思啊就是 我的心都还没用 没用的心 喜怒哀乐之未发 那没有困呢 因为都还没有做 没有作用 很多人是这样 哎呀师父我不会 你没做 你怎么知道你不会呢 做了才知道会 或者是不会吧 那不会呢 你就学嘛 所以意思就是要多做啦 你要做啊 你要决定 你才知道 你有没有决出什么东西啊 你才能够决 知道呢这个你的绝这个动作啊 绝这个工作啊 你有没有困难呢 那灵迹说 我都还没有举起来 困个什么 其实他在回黄埔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结果黄埔就打他 黄埔便打这个灵迹啊 也不得了了 哦这个师父打徒弟啊 那一般人呢 哦师父一打 赶快跪在那边 这灵迹啊 竟然呢 就接住那个棒子 我知道你要打我了 接住这个棒子 一送 送倒 把这个黄埔给弄倒了 就是你打我一棒 我就接住你的棒子 不被你打 而且反而呢 回头用力 一送 哇 你就倒在那边 这黄埔跌倒了啦 不得了了 黄埔就叫这个维挪 扶我起来 把我扶起来 扶起我来 赶快把我扶起来 这维挪呢 赶快跑过来 就把黄埔给扶起来 同时就骂人哦 他就说 哎呀 和尚啊 你何必跟这个疯癫汉无礼呢 和尚真容得这疯癫汉无礼 这个疯癫汉啊 这人才太没礼貌了 你怎么能够让他这么没礼貌呢 你怎么容忍他这么没礼貌 那结果黄埔呢 就才站起来 就打为挪 这个灵迹啊 就决地就说 猪方火葬我这里活埋 好 讲完了 猪方火葬 我这里活埋 这大部分的人哦 人都是什么时候要火葬 每一个人都是啊 死了才火葬 我这里呢 你活了 我就把你给埋了 什么意思呢 这个正的捏盘啊 是什么事 什么时候 就是死了 然后入捏盘 我呢 活着我就入捏盘了 那意思啊 就是 这个灵迹 知道黄埔 是在肯定他 倒下去啊 没关系就倒下去了 我扶起来 把我扶起来就扶起来了 其实如果 维挪没有讲这句话 接下来黄埔 跟灵迹 就有更多的 对话 可能打起来也有可能 但是呢 跑出来一个第三者 这维挪 就要跟和尚说 你怎么可以让他 这样子对你无礼 你一定要反击他 那如果这个维挪呢 在 地位再高一点 因为他只是维挪 他只能跟和尚说 他也不能够代表和尚做什么 那如果这个地位再高一点 就可能可以修理一下灵迹 你怎么可以对师父这么没礼报 这是两边就有意见了 那维挪的意见到底是 懂不懂他们师徒在干什么呢 可能是不懂的啦 所以黄埔就打维挪 其实不要让他多嘴多舌 疾风相对 看不懂的啊 就在那个地方 吵来吵去 就像百丈禅师啊 被马祖捏鼻子 捏鼻子回去疗防了哭啊 哭 在哭啊 大家就说海事者啊 你怎么了 他说哎呀我被和尚扭鼻子 到现在啊还好痛啊 痛不测好痛 他说你做了什么坏事啊 让师父不开心啊 他说不知道啦 你去问他 和尚知道 你去问和尚 大家好事者就跑去问 别人在疾风论队 两个都知道 你知我知 那不知道的人呢 就在那边跑来跑去 那知道呢 就没有什么多话 不知道啊 好事者就评论在三 所以禅宗的修行啊 不要说三道四 你知道是什么 你就用功就好了 那不知道的呢 就会在旁边紧张 然后就在起烦恼 所以真正要修到一个道理出来 我的修到自己很能够善用 那得要下一番功夫 林济啊 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 其实他平常是很用功 那用功到 就在这个瞬间 他都能够非常非常的 准确的讲出正确的话 那是真正明白的人 这不明白呢 就哇就慌了手脚啊 哇和尚倒在那边了 可可怎么办 哎呀我竟然让师父跌倒了 那其实这中间呢 黄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烦恼心啊 那有一天呢 这个 师一日在升堂里睡 就在那个升堂里睡觉 这个法堂升堂怎么可以睡觉呢 这是不行嘛 不可以睡觉啊 黄波入堂一看就看到他的睡觉 就敲了这个板头一下 那我就在升堂里就有这个打板的这个板 用柱杖打板就 哭 就会有这个声音啊 好 结果 林济啊就举头就看到是黄波 敲我 要把我叫起来 结果一看 是黄波 又睡觉 这一般的人呢 看到是师父 哦 赶快站起来 我没睡觉 我庄庄我没睡觉 那黄波呢 已经要把林济叫起来了 又睡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见手坐坐禅 那有一天呢 这个灵济啊 就看到手坐在坐禅 就说啊 下肩后身却坐禅 辱在这里妄想做什么 手坐说 这老汉做什么 黄波又打板头一下 便出去了 哎 奇怪呢 这个黄波啊 两种两种标准哦 那个 看到灵济做禅呢 他把板头打一下 这灵济啊 看到黄波 又睡下去 黄波呢 看到手坐坐得很好 他就在跟手坐说啊 哎 那个后身啊 就在指那个灵济啊 他在坐禅 那你在这里打妄想做什么 哎 这是不是很奇怪啊 手坐坐得好好的啊 结果呢 黄波说他在打妄想 灵济在睡觉 那黄波说 他在坐禅 嗯 那意思就是大家都可以睡觉咯 哦 就不是嘛 为什么 因为禅啊 他不是坐 卧 或者是行 住 要知道哦 不是一个装模做样 我坐在这里啊 坐着端端正正的 我就叫做坐禅啊 你坐得好好的 你打妄想 妄想很多 为什么 诶 读了任言经你就知道 这阿南呢 什么事都做得好 可是他为什么做这个好 他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呢 他要做给别人看 你看 我现在坐在这里啊 哦 很庄严 等一下师父就会说我很庄严 哦 我坐在这里啊 哦 师父进来了 黄波啊 是很有权威的 他进来寻 哦 每个人呢 在师父面前 就装模做样 哦 做得很端正 而且呢 有的还会告状 师父 你看 那个人都在睡觉 你打他 那真的是很重要 赶快打 有些人是这样子 你的念头跑去哪里呢 所以啊 黄波说 这手座坐在这里 看起来好像在坐禅 其实念头在做什么呢 还有师父进来了 哦 赶快 哦 他一定会看到我做得很好 那如果这样呢 就是打妄想嘛 可见啊 黄波 他真的是明白人 他只是光是看到你坐在那里呢 都知道你在打妄想 他不是无差别的随便栽赃哦 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 看到别人的表情 就说你就是在打妄想 你对我有意见 这我们自己妄想很多 就会妄想别人打妄想 这个禅宗的开悟的主事 他是没有妄想的 他内心当中呢 时时刻刻都没有妄想 所以呢 你站在那边 你坐在那边 你心里打什么鬼主意啊 有的人真的不知道啊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那你神不知鬼不觉 那你就小看禅宗 小看主事大德 这主事大德 是明白人 只是要讲不讲 点到为止 我们却呢 自己不明白 就觉得别人都不明白 那别人不明白呢 你就自己在打妄想都不会怕 所以呢 纵使啊 坐禅 坐到天荒地老 你依然没有成就 为什么 因为啊 每天 就是在那边的猫抓老鼠 你猫抓老鼠做什么呢 哎呦 不要给人家发现 不要给师父看见 那就随便你们 这黄埔 其实 是 的确是 寻来寻去 就看看了 大家现在状况是什么 啊 他手座呢 就听不懂 听不懂 这个黄埔的意思 这老汉做什么 就是啊 哎 哎是不爽的 不开心啊 或是手座 没有给我面子啊 那同时呢 也是另外一种开悟 什么开悟 黄埔这样说 他如果是真的打妄想 我真的不明白 啊 你就很不服气 我没有啊 师父我没有打妄想 你怎么可以说我打妄想 没有 这手座啊 就是回答 这老汉 在做什么 就是啊 你不要在这边打闲岔啦 我们自己自己用功 你进来啊 在这边指三道四 评论再三 就是来乱的 其实呢 黄埔他是进去考试 晃来晃去 所以呢 黄埔听到 嗯 这个每一个人都有一些自己的见地 所以打了 敲了这个板头 敲一下 哎 就出去了 这个公案啊 从头到尾 就是两个人的反应 这两个人都不一样的反应 那黄埔啊 就在这个中间呢 穿针引线以下 有的人是在这个时候呢 会有所体悟 那不明白的呢 只是不知道师父到底在焉哪一出啦 好 那这是禅宗当中呢 很有趣的一段 灵记每天都在禅修 黄埔每天也都在禅修 手作也都在禅修 诸位之士 我们每天也都在禅修 那到底在禅修 几风半喝之间 明白了什么 不明白了什么 明不明白 都要如实知 时间不多 大众继续精进用功 狂心顿泄 泄吉菩提 准备 你